大家好,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圖書是 《衛斯利系列 盧貓上冊》 如果想看《曼谷結局》的話,可以買下冊 這本書是關於一宗本來平平無期的夜半噪音投訴案 經過幾番轉子之後,就變成一宗驚人的內臟發現案 而且那個內臟更加是一隻貓的內臟 主角衛斯利就調查出事件的始作俑者 竟然是一位行蹤隱私的老翁和一隻兇猛的黑色老貓 老貓加上老翁就令衛斯利越來越迷惘 亦都令迷洋的局面越見越複雜 在衛斯利苦苦的追查之下,一場精彩的貓狗大戰更加一觸即發 這本書的情節很刺激,亦都有很多不同的詞彙 值得我們學習 好,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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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